小龙888这条巨龙在今年表现确实很狂热 升级版88PLUS在小米MIX上首发 荣耀和iQOO也有相继的机型搭载 到目前为止一共有5台了 你说巧不巧正好我们手里都有 对比上半年发布的88PLUS它到底提升了多少 谁的调度策略你最喜欢 Hello大家好我是黄牛 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 这期我们来看一看2021年机圈谁是最强迅龙高手 本期有大量实测 记得三两本视频点赞收藏 本期视频由小白有品APP支持播出 喜欢二手数码的小伙伴可以去看看 除了5台新机 我们这次还拉出了小米11和iQOO 7 在对比88PLUS的同时 看看年初就是原价对头的这两款88的机型 经过了这么久 现在优化的怎么样了 提前声明 本期为性能专体 一台手机绝对不是只有性能的 想了解更多 欢迎在频道内翻看他们各自的单独体验视频 首先理论性能 CPU性能Gaybench 5 将7台手机全部连接ProfDog 再跑一遍 同时记录跑分成绩和功耗 为了减少其他方面的影响 我们这次将屏幕亮度特意调节为最低3nit左右 最终跑分狂魔 红魔6s Pro多核3655分位列第一 其次是上半年的iQOO 7位列第二 同时Orange OS侧重影像的X70 Pro家垫底了 其他则大差不差 接下来再看一下功耗 红魔速度跑得快 但电也跑得快 X1大核功耗高达4.55 非常恐怖 详细看一下CPU的实时频率 中核和小核在跑分时也全程满频 看来为了跑出更高分 厂商还是没有放弃给软件开白名单 其中条件我们感觉最好的88 Plus 没想到竟然是首次搭载8系处理器的荣耀 X1大核平均功耗3.47瓦 多核平均功耗6.4瓦 可以说非常不错了 但相比于888还有一点差距 毕竟这次X1主频提升了0.16GHz 功耗自然要更高一些 在GPU上 88 Plus和88规格一致 同样是Ugeno 660 840MHz 也就是理论上 它们不会有什么太大差距 而事实并非如此 4款88 Plus的功耗明显要高出许多 红魔依旧是最高 只有Vivo表现还算正常 仅次于小米11 但跑分自然也要略微偏低 不如88 总之 纸面跑分 88 Plus在没有什么大优势的情况下 功耗相比于88却提高了很多 这本反响升级我算你厉害 接下来 第二部分也是最重要的实测表现 首先是和平晶流畅加90帧 5款88 Plus的机型 X70 Pro加出现了降频锁帧 88的iQ7非常稳定 出问题的反而是 年初调教非常激进的小米11 5分钟就发热锁定在了87帧 查看游戏功耗 除了Vivo锁帧前4.59W之外 其他88 Plus机型功耗都在4.88W机以上 反观88的iQ7表现要更好一些 在保证游戏满帧的同时 做到了整机平均4.42W 基本吊打了一众88 Plus的机型 在这多说一句 本次性能横屏 我们测试了大量数据 大家看到的各种帧率实测 再加上复测验证 花了有2000分钟左右 帧率测试软件Profit Dog 目前费用是1块钱1分钟 时间人工这些都不算 光帧率测试这一个环节 就花了2000多块钱 为正版软件付费 这肯定是应该的 不能白嫖 所以大家也这次一定点赞三连 不能白嫖了 OK我们继续 中度负载游戏下 iQOO 7的88胜出了 来看极限原神的表现 第一名iQOO 8 Pro 平均56.92帧 在22分钟和28分钟的时候 出现了两次大幅掉帧 前22分钟基本满帧运行 在一众88 Plus的机型中表现最好 作为对比的iQOO 7 游戏后期直接掉到了20帧 且波动较大 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游戏手机红膜 平均56.75帧率差不多 但小幅波动更加频繁一些 荣耀则是像一匹黑马 虽然帧率略低54帧 但是全程基本没有什么 大幅掉帧的情况 帧率波动也要更小 小米依旧是老传统 发热降频锁帧三件套 整具游戏平均46.03帧 但依旧要好于 小米11的平均42.71帧 Vivo掉度最保守 平均仅为41.83帧 单看帧率 前三其实都差别不大 但功耗上 红膜达到了8.29瓦 iQOO也有6.36瓦 如要相对均衡一些 在54帧的基础之上 做到了整级平均 5.32瓦 换算成能效比 高达10.15 同时47.8度的 机身发热也并不高 这么看来 Magic 3 Pro 应该算是 大型游戏调教最好的 88plus了吗 说到这 关于荣耀降分辨率的事 应该很多人有耳闻 这次我们做了详细测试 总结成了一张表格 你可以暂停查看 首先要告诉大家 原神截图的尺寸 它其实并不是渲染分辨率 因为苹果的分辨率太高了 目前手机的性能 不足以支撑1比1的渲染 大多都是渲染一个较小的尺寸 然后等比放大 但电脑上 小伙伴就可以自行调节渲染比例 我们关闭抗锯齿 注意这个条件 关闭抗锯齿 结了一张标准720P渲染分辨率的图片 因为在同一渲染分辨率下 同一场景的锯齿数量是基本一致的 我们可以通过锯齿数量 来判断不同设备的渲染分辨率高低 其中4款机型都是 1751×788的渲染分辨率 反而荣耀还高了一丢丢 我们特意数了好几次 这就奇怪了 不都是说荣耀镜分辨率吗 重点来了 注意听 大多数玩家 包括我们自己 去年制定的测试标准 都是打开抗锯齿玩 打开抗锯齿玩游戏 这看着就更加顺滑一些 但这个时候 由于边缘模糊 上面数锯齿的方法就用不上了 于是 我们又专门测试了一遍 关闭抗锯齿之后的游戏帧率 看看有什么区别没有 如要这次平均52.9帧 稍微低了一点点 但综合相比于开启之前 帧率温度和功耗都大差不差 从纸面数据上来看 荣耀似乎并没有降分辨率 但是我们又特别找了工作室 其他的小伙伴来盲测了一波 打开抗锯齿之后 大多数小伙伴都觉得在对比之下 荣耀的画质观感更加模糊一些 不知道小伙伴们能不能分清楚 图片我们都给大家放出来 你可以盲猜一下 走半弹幕 哪个是荣耀的 这里稍微有点乱 再给你捋一遍 我们只有在关闭抗锯齿的情况下 才能截图数像素对比渲染分辨率 荣耀这个时候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甚至还要更高一点点 发热帧率各方面也都OK 但实际游戏的时候 大多数人都会打开抗锯齿 这个时候我们截图就数不了像素锯齿了 对比不了渲染分辨率了 在这种情况下 肉眼实际对比 荣耀的画质要稍微模糊了一点 这个操作感觉有点意思 但好在这两种模式下 荣耀的综合表现都还算不错 这原神各家都花了心思 感觉还能使点手段上最后的杀招 相对小众的光明山脉 一个基本没有厂商优化 且能完美控制变量的游戏 1080P加最高画质下 看看各家的表现 红86S Pro平均42.8帧 偶尔能上60 大多能维持在37帧以上 荣耀平均40.7帧 整体还算平稳 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成绩就已经很差了 但更拉的还在后面 小米MIX4平均36.2帧 游戏前几分钟还算激进 但后面直接降到了20多帧 这就很离谱 Vivo和IQOO的调渍策略基本一致 游戏开始后 基本锁定在40帧 6分钟之后开始频繁波动 那上半年叭叭的表现如何呢 IQOO7这边平均41.2帧 一开始帧率是不算低的 但后期频繁跌到了十几帧 锁帧方式也很激发 直接给你关闭了4颗CPU的大盒 可以说丝毫不顾及你的游戏体验了 小米11平均36.1帧 这个帧率曲线大家很熟悉 发热降频锁帧三件套 测完光明山外 红木耳打第一 没什么争议 毕竟是游戏手机 功耗和发热相对也要更高 荣耀其实表现是不错的 帧率相对稳定的同时 整机平均6.83瓦 温度最高47.5摄入 88的IQOO7初始帧率高的同时 功耗和发热也很高 小米11就比较离谱了 帧率不高 却拿了个发热最高 测试完确实能看出来 这游戏确实没人优化 全部测试结束 88的小米11 除了跑分环节胜出 后面的三款游戏 基本全面落败 目前的软件版本下 算是用自身充分说明了 跑分不能代表实际体验 IQOO7少好一些 中复载的吃机上满真运行 且功耗最低 红木游戏手机 三款游戏的真率都非常高 当然发热功耗也很高 但游戏手机 你不这样调度 难得还所真吗 IQOO8 Pro属于片刻声 光明山脉真率垫底 荣耀虽然真率总体不算最高的 但整体发挥还算是比较稳定 而且它比较均衡 小米和Vivo两款88 Plus相对比较差了 用个词来形容一下 我们就不多说了 大家可以走步弹幕后评论一下 当然如果你高情商的话 也能给找回来 小米MIX4时隔多年回归 有探索性质 再加上陶磁机身 散热也受影响 有情可原有情可原 Vivo X70 Pro加定位影像大旗舰 内部散热空间都给镜头模组了 可以原谅可以原谅 这就看你自己的选择了 总结 对于这颗火龙88 Plus 确实难以驯服 给各家带来了不小的调教压力 但体验完也能明确的感知到 每个厂商都有自己的考量 再加上自身旗舰产品的定位 调度策略都不太一样 比如红魔调度激进 但这也符合它游戏手机的定位 各家不同定位的旗舰 它都要综合帧率发热续航 电池做多大 或者说手机做多重 各个方面 从而达到一个相对的平衡 全部体验完了 上面的环节实测各种数据 大家也都看到了 这道送命题 2021年鸡圈最强迅龙高手 到底是谁 就交给你了 现在大家可以飞弹幕 或者说打在评论区 5 4 3 2 1 目前所有厂商的更新策略 为了保持全联的热度 都开持了多旗舰策略 太卷了 之前是双旗舰 都不太够使了 得多旗舰了 每个旗舰都有自己的分工 走自己的生态 这样价格一来压得住 而且能够覆盖好各自的受众人群 有些人的相机就是扫码 有些人的相机就是生产力工具 有些人根本不打游戏 有些人只买游戏手机 我们必须清楚 这个世界上它没有完美的产品 任何一代机器都不可能所谓的满配 去年有一次 我专门和结构和软件的工程大佬 详细讨论过一下 如果造一台所谓的满配手机 就是把机友们想要的各种各样的配置 全都给加上 当时记得是列了三四十项 硬件成本都要过万了 零售价一万三四甚至可能会更高 重量也得两百七八十克 想知道这样的手机真的造出来 能卖出去多少台 还是我们频道尽量说的那句话 明确自己的第一需求点 选择最合适自己的产品 更不要随便评价别人的选择 你不知道人的需求是什么 人也没花你的钱 OK 如果觉得本期视频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 欢迎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 我要的不多 三万就可以了 希望今年年末骁龙的新处理器得给力一点 但是现在没了麒麟 感觉依旧很难 OK 不关这点 小白色评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这么多台 如果非要让我选一个88PLUS的旗舰的话 我可能会选择调度最为保守 帧率最差的X70 PRO加 因为我平时基本不打大型游戏